大家好,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有关于Autofilter的应用 我们现在的例子就是一堆Account Numbers,这堆Account Numbers其实是以文字格式去储存的 当中有三个位,有四个位,而我们想做的就是将所有六字头,七字头,或者八字头的Account 全部filter出来,那我可以怎样做呢?第一步当然就是applyAutofilter,所以我去Data这里,Data这里旁边有个filter 只要我按一下就会开了个Autofilter的了,又或者你可以用这个Short key,Ctrl,Shift,L,都可以做到同样的效果 那现在我就按一下这个filter,那我已经activate了个Autofilter了,现在我在这个put down,按一下 这个search board,我就直接打个六字,那看下它会返回一些什么给我了,那其实呢,如果我纯粹打个六字的话呢 Excel就会给所有包含六字的Count Numbers我,你看到这些,有个六字,有个六字 也会给到一些六字,总之有个六字的数字在里面的呢,它就会给到我了,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要六字开头的,那所以我做的动作呢,就是在后面加个星星符号给它,这个星星符号呢,其实是一个八答来的 那么它其实呢,它是指任何字串,任何长度的字串啦,现在呢,我六星星加在一起呢,简单来说呢,它的意思就是 就是以六字为开头的所有字串,你都给了我啦,那么我现在就有一个 以六开头的Count Numbers出来了,现在我要做的呢,就是按OK,那我现在就做了一个 以六开头的筛选,跟着我要做的呢,就是加一个二七开头的筛选啦,我重复 当前的动作,去回这里,search books,今次呢,我就打七字,跟着星星 在我按OK之前呢,要确保,我是会选了这个,Add current selection to filter 这个格的 然后我按OK,哇,刚才呢,六字头开始的那些呢,依然保留在这里的,而我就加了七字头的account下去的了 加上八字下去,我相信不用我说,你都知道那个动作会是怎样啦 只需要我按八星星,然后在这里按回,Add current selection to filter 那我就会得到我想要的结果的啦,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手快快不记得按它的 如果我真的不记得按这个,那会怎样呢,我现在试试给大家看啦 OK,哎呀,我之前那些selection,那些filter全部没有了, 因为只剩下来的呢,就只是八字头开始的啦 如果我真的不记得了按,不要紧的,只需要我现在 undo 再做多次,去回这里,在这里打,打,星星,这次我记得啦,按这个,跟着再OK 现在呢,我就将所有六字头,七字头,和八字头的account都 filter 出来啦,就是这么简单 好的,看这个,我们下 раздел了一步 所有的小型字头,五字头 两字头 就是什么 information 大家好,我们下车,打,星星 和好车,点赞,下车,不飞